目前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 汽车的配置也变得越来越高 很多几万块钱的汽车 都配备了之前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汽车 才会有的装置 就以最简单的一键启动来说 几乎大多数汽车都配备了 但是一键启动你还只用来点火吗 要是这些功能你都没有用 那真的是太浪费了 第一点火功能 一键启动最初设立的根本就是为了一键启动 所以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一键启动的点火开关了 而且最重要的功能也就是点火了 第二通电 有的时候我们在停车停好了之后 还需要车内进行通电 照明以及一些多媒体使用的 而这时候并不需要启动发动机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快速按梁下一键启动按钮 这时车内的电瓶就会给整车供电 供我们寻找东西方便和收听一些歌曲 但是要记得这种情况之下 使用的电量是电瓶内的电 所以还是不要使用很长时间 否则电瓶亏电导致汽车打不着火就很麻烦了 第三连续按三次一键启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 连按三次一键启动 按三次一键启动之后 汽车内部就会像真正打燃汽车一样 余刮大灯等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正常使用 当然这里使用的还是电瓶内的电量 所以在使用过程当中 非紧急情况千万不要这样做 不然浪费电就很不划算了 一键启动 每一台车所配备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 想要准确完善的掌握 自己汽车的一键启动功能 建议大家还是多看看使用说明书 这样才能保证完美和完善 让你的爱车给予你最大的便利 请不启动